近期侵袭香港的热带风暴原规 今天清晨正式升级到台风级别 根据香港天文台 原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淹水 香港有部分地区录得的雨量已经超过30毫米 因为天气恶劣当局就宣布 这个当局宣布的8号风球信号生效 香港教育局就宣布所有学校停课 原定今天上午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也取消 同时香港交易所也暂停今天所有的证券和衍生品市场交易 目前有15人在台风期间受伤 有一名男子死亡 热带风暴原规正式登陆香港 昨晚港岛东部地区金涛拍案 白沙湾柴湾等地海潮汹涌海水倒灌 当局劝告所有香港市民远离海岸边 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来到今天早上 黑压压的乌云依然笼罩着香港 几风伴随着海潮涌动 海岸边人烟稀少 当地学校宣布停课 股市也暂停交易 直到下午 随着原规逐渐远离并移向海南岛 香港风势逐渐减弱 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 预料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